好,我们来讨论这一份第五章的 理解Part1的部分了 第一题,画角度为弧度 准确至四位小数 那127度41分36秒 OK,那除以180 再乘以排 乘以排 我们就会得到2.2287 2.2287正确 就是这样了 第二题,这个是选择题了 图中所示的半径为6cm的圆 若散行OAB的面积是42的话 半径是6 请问图AB的长度 这一题如果我用面积是等于RL除以2 这个公式的话应该就马上可以算到了 42是等于6乘以L除以2 7,6,42 7,24 对吗 好像没有乘到2是吗 好像没有乘到2的吧 第一题答案应该是B 应该是B 第二题,如图所示 三行ABD 是在这个ABC中 以至AB等于根号3 AC等于2 然后这里是垂直的 请问ABD的面积是多少 这一题其实这个三角形是什么三角形 12根号3大家应该认得出来吧 它是30度的角 那我们就知道它圆形角了 它半径是根号3 那我们的面积 因为它要找面积 面积是等于R平方C塔除以2 我们的R是根号3 的平方 乘上C塔是π除以6 再除以2 这个根号3乘根号3等于3 3跟2可以跃掉 3跟6可以跃掉生2 22得到4 π除以4就是你的面积了 给第二题的答案是1 第三题 图中呢 我们的半径是3cm OAB 这个OAB 不是很好 你要这样子来问 应该 但是它有话音顶部分 我相信它应该指的是这个列三星吧 就是比较小的那个part 它的周长是14 像我们减掉6 减3减3 就是减6的话 就会等于8 换句话这个弧 弧长应该是8 那如果它要面积 面积就会是 2分之1RL 那我们的R是3 我们的L是8 再除以2 的话 4,3,12 我们找到答案是C 第三题当然是C 第四题 在图中 我们欧式圆星 散行的面积是39CM平方 它的弧AB是13 你好像用错公式 R平方的话是配系塔 如果是RL的话呢 就是R就没有平方的 所以这一题来讲呢 你13跟39 可以越减胜3 所以你的R 不是R平方 R是6 然后R是6 当然是Donghi 没有平方 没有平方 OK 第四题 答案是Donghi 第五题 图中呢 我们有三个 借以欧为圆星 半径为1CM 2CM 3CM的 4个 4分之1的圆 求阴影部分的面积 所以我们呢 最大的那个 是4分之1 π3平方 中间那个是4分之1 π2平方 然后呢 4分之1π1平方 那其实你就会是4分之 4分之1π呢 放前面的话 它是3的平方 减去2的平方 再加上1的平方 应该是这样子的情形 339224加1 就会等于 多少 10减4等于6 6跟4可以越减 就会剩3 对吧 3分之2吧 奇怪啊 你是怎么 你两个都减去哦 你不是两个都减 你看啊 如果我是大的这个 减去这一片的话 我就会变成了这里全部是空的 但是现在最小的那个要加回来 对吧 所以它应该是大的减中的再加小的 OK 所以应该是2分之3π 答案应该是1u2分之1π 第五题 答案是C OK 答案是C 你这个主要是加的 这个最后一个是加 大概是加 你这三个都对了 只是 在这里加减的时候又错了 第六题 oab是我们的弧长是6 就是这个部分是6啦 然后它的面积是9啦 请问它半径是多少 我们的a是等于rl除以2 a是等于9 l是等于6 请问l是r是多少 这个越减剩3 3跟3越减 r就会是等于3 第六题答案是C 所以要善用那个公司呢 他们很爱出rl除以2 因为有一些同学 不要不背这个公司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了 有一些题目 你直接用rl除以2 就会很快算出来 第七题 图如图所示 半径是14cm的圆 oab的面积是77 不长 ab是多少 我们不是surface啊 它是叫做area surface跟area什么差别 surface是表面积 一般上出现在 体 立体的图形里面 立体的图形 我们才叫它surface area 当然在这边其实是area来的 面积 77等于1分之1乘14乘以l 这个越减得到7 7跟77越减得到11 所以它的l应该是11 好 正确 第七题 第七题答案是11 point 很好 OK 第八题 第八题 图中我们的opq和ors 两个圆的圆形 的散形 op是5cm poq是2 它的散形面积是56 请问ps是多少 我们也不要看ps啊 我们用or 然后我们假设它是r 所以这个散形的面积怎样算 这个散形的面积呢 应该是2分之 2分之1r平方sita 对不对 大的减小的 2分之1r平方sita 我们大的叫大r啦 小的叫小r好吧 这个就是散形面积的那个英语部分的面积 那因为它sita是2 2跟2月掉 它基本上是r平方减小r平方 小r是5平方 那我们就会得到5525 移过去加 加上25 r平方就会是等于 5加6等于11 2加5等于7 金位等于8 81开根号就会等于9 那9的话是整个嘛 9减5就会等于4 9减5等于4 所以它的这个ps长度是4cm 第8题答案是a 第9题 以之一个ps形是有一个长20cm的铁线围成的 这个是它的周长的意思 ok 所以它半径是5cm 它的l是多少 我减5就会等于10 它的l就会等于10 它的r就会等于5 请问圆形角是多少 圆形角sita就是等于l除以r 也就是10除以5就会是等于2 a 2是那个弧度 所以我们要换回去 2除以pi 乘以180就会是等于它度数 ok so 大概是115 114.59度答案是b 这个是radian 度数的话就是第9题答案是b 第10题 若圆的周长是圆的不是三级的 看一下a跟b点在o的圆上 圆的周长是8pi 我们知道圆的周长2pir是等于8pi的话 pi跟pi越调2越调r就是等于4 ok ab的5怎么找 ab的5 应该是 r是ta 对不对 这个2分之3pi 等于r是4 然后cita 然后我们的4移过去 4二得8分之3pi 然后再换成度数了 好 我们的pi放成180 所以3乘180除以8 ok 除以8我们就会得到67.5度 答案是c 第10题 第10题答案是c 再来这个做答题的部分 如右图 我们的oab是三形 o是圆形 oa跟ob都是半径等于12 cd是一条直线 oc等于od等于三分之一 coa 这样整条是12 12乘三分之一 12乘三分之一是等于4吧 这里是4这里也是4 cod是1.8 那请问ab的辅偿是多少 辅偿应该容易吧 辅偿的做法是 rl 它那r是12啊 为什么你会用18 它 四影好像是把ad当作是12 你要看清楚它是oa来的 oa等于12 好 所以它是12乘1.8 我看一下啊 这个应该错了 12乘1.8 等于21.6 所以这几部对了 21.6 OK 那阴影部分的面积 1.8 1.8 1.8 让我想一下 1.8 1.8是多少度啊 1.8乘180除以π 我想一下它的角度 不是很漂亮 如果90度还容易做 不是90度的话 不是很好做 所以 四影就卡在这边 四影只是做了 做了什么呢 这个是它的 二分之一 这个还是弄错 应该是12 二分之一r平方c 所以是12的平方 14 乘1.8 除以2 对吧 所以是129.6 所以129.6 接下去要减据这个三角形 主要这个三角形 难度在哪里呢 它是4 4 这个角度 刚才我算到了是多少 100多啊 OK 这个可能要协助一下 用那个 等等啊 1.8 我先算一下 1.8乘180 除以5 它就会得到103.13度 其实我们有一个公式的 就是两个角 跟一个 两个边跟一个夹角 我们的面积 就会是等于 这两条边相乘 除以2 再乘上3103.15 为什么呢 原因是因为 我的4乘以3 这个角度 它将会得到那个高 有这样子的一个特性 所以我们直接会讲解 为什么了 那我们现在这边 目前我是先用着 4乘4除以2 4乘16 16除以2是等于8 所以我用8 所以我用8 3 夹角的情况 它给你两个边 还有一个夹角 你可以套这个公式 两边相乘 乘3 夹角再除以2 就会是它的面积 OK 大概是这样 第二题 一个陕形的周长是24cm 面积是36cm 请问它半径的乎长 既然它要找半径的乎长 一个是R 一个是L的话 周长是两个R 加一个L 等于24 面积是RL 对吗 RL除以2是等于36 所以我们就会得到R 我们得到L 应该是L L就会是等于72除以R 我们带这个东西进来 2R加上72除以R 等于24 除以2除以2除以2 乘以R乘以R乘以R 你就会得到R平方 加上36 等于12R 所以R平方减12 R加上36 等于0 这个是6的平方 这是两个乘2乘6 所以是R 减6的完全平方等于0 我们的R就会是等于6 我们R等于6的话呢 72除以6 等于12 对不对 L就会是等于12了 OK 所以它半径是 我看下半径是6 乎长是12 好 这题就是这样了 OK 所以类似这样的一个做法 看一下 RL 2R加L 对吧 等于24 主要这边安琴用R平方系塔 我之前有讲了这种情形啊 你如果再用系塔的话呢 就会比较难做 OK 如果它带来带去带来带去找到 R的确是等于6 L的确是等于12 所以它还是找得到了 但是你可以看到如果我只是用R跟L的话 用这个公式 RL除以2等于面积的话 你可以看到 容易很多了 OK 这个是我的建议的做法 第三题 第三题 如图我们的AB是等于3cm AC是等于AB的3倍 也就是339吧 OK 然后AED 平分BAF的这个角度 也就是这个角度跟这个角度相当 OK 然后3型ABF的面积 和ACD的面积之比 OK 应该是这样 我们先看一下 3型ABF 它基本上 3 我写3 3型ABF 等于 R平方3的平方 C塔 它不是C塔 在这边是2C塔 两个C塔 再除以2 所以就得到 9个C塔 是吧 9个C塔 然后如果我是找3型ACD的话 我们会用9的平方 乘以C塔 再除以2 9981除以2 那如果我要想比的话 我就会是9比81除以2 9可以跃掉 2乘过来 所以是2比9 好 2比9 OK 所以这个是2比9的一个情形 OK 第四题 图中 AB和CD 分别是以O为 圆形的 同性圆的弧 Raw OA是6 AC是3 OAB的面积是12 这边是12 然后 AOB的 角度是多少 我们找 我们找 不是叫 Surface 它叫Area Area Area是等于2分之1R 平方C塔 我们的Area 是等于12 R是放6 6 6 36 月 掉 升3 3分之2 然后C塔 等于3分之2 这个是弧度来的 3分之2正确 那这个周长是多少呢 我们知道说这个角度是3分之2的吗 OK 所以我的 我先找 这个是3CM 这个也是3CM 这个应该不难 所以我们先找AB的弧 是不是 6 乘3分之2 对吧 就会等于4 然后CD的弧 是不是等于9乘3分之2 就会等于6 然后呢 我们再加上 3加3也是6啦 所以加起来等于16CM OK 所以它的周长是16CM OK 第五题 图中所示 O是它的原型 半径是8CM 半径是8CM 我的笔好像 刚才讲没有电 讲得快 OK 周长是8CM All right 然后 OBC 的面积 是64CM 是64CM BOC的角度 是CTA 请问CTA的值 所以 乘右的做法 他找CTA的值 就用面积 面积 64 等于2分之1 8平方CTA 864月减 CTA的2 CTA的2 弧度 弧度CTA 等于2正确 你们好像每次做了第1个小节 没有做第2个小节 OK OK 第二个小题 AC的弧是多少 如果这个弧度是2的话 这边的弧度就是 是π-2 对吧 因为180度 就是π-2 就是这个角度 AC的弧 就会是 我看一下 AC弧 就会等于它的r是8 它的 CTA就是π-2 当然因为它要两位小数 我们直接按计算机 当然你讲沉浸区它是会得到8π-826 π-8π-16 按计算机 得到几个小数 两位小数 9.13 OK 9.13 OBC的周长是多少 当然它的 BC弧 是 等于 8乘以2 等于16cm 然后呢我再加8加8等于16 加起来就等于32cm OK 它的周长等于32cm 就这样了 OK 记得周长要再加两个半径就可以了 第6题 一个散行的圆形角是三分之拍 这个是60度来的 这一个散行的周长跟面积的数值是相同 单位肯定不一样嘛 对不对 它只是它的数值相同 请问那个半径是多少 好 请问半径是 我看看 我想一下 这个散行的周长是 2R加L 它的面积是 RL除以2 但是如果我用这个的话我就没有用到希塔 所以没办法好我要用希塔 要用希塔的话这个是R希塔 加上R 加上R等于 R平方希塔除以2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把R抽出来 我把希塔放排分之3进去 OK 等于R平方 Pi除以3 Pi除以3 326 我的R越掉一个 对吧 这边我们通分一下 6加Pi除以3 等于 Pi除以6R的话 3跟6可以越等于2 乘过去 622加2Pi 再除以Pi 所以是你的R 答案以Pi来表示 Pi来表示应该就是这样子 所以它半斤会等于12加2Pi除以Pi 这个就是你的答案 OK 第七题 如图所示 O是O为两个圆的圆形 以至U弧APB的长 U弧的长 和列弧AQB的长 比例是5比1 列弧 这个弧长的比例 好像就可以得到我们的圆形长的比例吧 所以也就是说 它分成了6个等份 360度 分成了6个等份 等于60度 所以这个Cita应该是排除以6吧 Cita是等于排除以 不是不是不是 60度是排除以3 5比1 就是6个等份 360除以6 或者你可以讲2Pi除以6 等于3个Cita 所以这个Cita是3个Cita 可以吗 明白好 主要5比1 这个弧的比例5比1 也相等于它的角度 圆形角的比例也是5比1 所以整个圈 所以整个圈360度 2Pi的话 除以6 就会等于这个Cita 就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所以接下来 我们看有还有什么 猎狐 DCR 猎狐AQR的长 跟这个的长的比是1比3 OK 若猎狐DRC是24Pi的话 请问阴影部分的面积 面积 让我讲 面积的话 我要找 我先要找角度吧 我觉得这个弧的比 相等于它的半径的比 那我先要找那个半径 先找OC的半径 OC OC乘以这个Pi分之3 相等于24Pi 我们越减之下 是吗 RL Rcita等于24Pi 那这个OC其实蛮大一下 3,4,12 3,2,6 7,72 OC72先 72除以3 好像就24 也就是OA是等于24 OK 我们先看一下面积了 这个面积 60度是六分之一的意思 所以我们的这个 六分之 六分之一个 Pi 72的平方 减去24的平方 这个就是这一边的 这个部分和它的传心 可以吗 就是它是 这个 单分之Pi 相等于六分之一个圆 然后大的那个是72平方 小的那是24平方 我们就不减减 OK 然后呢 再加上这个右边的这个U散形 U散形它就会是六分之五拍 加上 乘上 乘上24 这个是24 24的平方 那我们得到什么呢 72的平方 减去24的平方 再除以六 我就会得到七六八 哇 有点大 七六八 七六八拍 这个是前面的 前面的 再加上这个24平方 24 24平方 除以六 除以六 然后再乘以五 就会得到四八零 四八零 四八零拍 然后我们再加一加 四八零拍 加一加 四八零加上七六八 我们就会得到1248 OK 相等于1248拍 1248拍 啊 这个就是它的阴影部分的面积了 OK 有没有问题 再来看第八题 U图我们有两个 远 同行圆 啊 两个同行圆 G是大远上的一个点 G OH 是0.8 这个角度是0.8弧度 OK 散行GOH的面积 是14.4cm平方 MN的弧长 是多少 然后OM是等于MH的 而散行GOH的面积等于14.4的话 我应该可以找到半径了 R平方乘0.8除以2会等于14.4 应该就可以找到R 我直接按计算机的哦 那我们的14.4乘以2除以0.8 我们得到什么呢 3.6 3.6开灯号就1.6 这个就是OH来的 OH MN的弧 我看一下啊 这个OH MN哈 我们MN就会相等于这个半径就会变3 因为OM就是它的一半 我们用3乘以它Sita0.8 38242.4cm OK 这是你的MN 再来阴影部分的面积 我来看一下 GM GM有没有讲它是切线啊 有吗 好像没有 倒没有 倒没有 这样怎么办 OK 我这样子来形容哦 我们先找G G OH的三角形的面积 G OH的三角形面积 因为它的这个 OM和GM 它就会是等高三角形 我们找了这个 G G O M 哎 不用我 我直接找G OM的面积 我用刚才那个两边的 两边一夹角的那个公式 我们就可以找到三角形的面积了 对吧 我的比喻 我还不知道怎么搞 来找那个比喻 G OH的面积 就会相等于 二分之一 OM是3 OG是6 乘Sine那个角度0.8 我们的计算机它是用度数的 所以这个0.8 我们先换一换它 就是0.8 换成度数 0.8 乘以 180 注意拍 OK 45.84 这样子 45.84 OK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这个月掉是等于 3339 所以我们写 93 Answer 就会是等于这个 GOM的面积了 96点 我看一下多少个小处位 两个小处位 6.46吧 6 6.46 CM平方 过后要找 剪掉这个闪行 我们要剪去闪行 OMN OMN OMN是2分之1 3的平方 再乘以 0.8 对不对 9 33 9 9 是36 3.6 33 9 越减得到4 9 4 36 3.6 所以如果这个答案呢 我再剪掉3.6的话 剪去3.6 就会找到那个阴影部分的面积应该是2.86左右 我们叫它阴 我叫它阴 OK 2.86 CM平方 OK 有没有问题 OK 再来看第9题 如图 我们有A B C D E F G 两个圆 然后呢 A B C 的大 的半径是6CM 就是OB 是6CM 3 O D E 的面积是2排 在这里是2排 2排 D O F 的弧度是 π除以2 90度的意思 D O H D O F 那个弧度 U弧的弧度 4分之5排 球 这个大的 大的半径是6 所以小的半径是多少 我们必须要从这个2排这边找到 然后呢 我们先要找角D O E是多少 角D O E将会是2排 减去4分之5排 再减去2分之5排 对吧 呃 4分之 4 呃 我按计算机 2 减去 5 over 4 减去2分之1 诶 4分之1排 4分之1排 所以啊 所以啊 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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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半径 乘上 4分之π od的平方 R平方 乘西塔除以2 会等于这个2排 我们就会得到排等排 约调428 8 2 16 od 平方等于16 我们的od 就会是等于4 也就是小的 小圆为 小圆为什么呢 小圆半径为4 大圆半径为6 A 我们讲这个阴影部分的面积 它会是270度 因为这里是90度嘛 我的270度就是2分之3排 ok 2分之3排 这个是西塔 再除以2 二分之1 这是二分之1西塔 然后呢我们再用R平方减R平方 6平方减4平方 66 36 44 16 36-16 等于20 20 其中一个2月掉 剩下10 10跟其中2月掉剩下5 535 这个是15排 好 所以它阴影部分的面积等于15排 先平方 ok 这个我跳步了 你自己去慢慢算 ok 所以这个简单来讲呢 我们要从这个2排这边 找到那个DOE的 圆形角是4分之2 过后呢就可以找到那个OD的 OD的 半径 小半径 然后呢再套这个 大伞行减小伞行的面积等于这个 影部分面积就可以找到 ok ok 所以 现在 给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